歡迎回到新台灣加油的現場 我們剛剛在上一節所討論的是 到底禽流感 疫情隱匿 是不是還有更高層的老闆在幕後操作 那麼是不是因為在這個期間 剛好遇到了2012年總統大選要改選 擔心影響到了選情呢 我們現在開放call-in 來接聽您的意見 宜蘭 鄭小姐 喂 你好 大家好 是 我想要這個田立委 拜託他 現在我們宜蘭已經有這麼多民進黨的立委 像學校你是不是派棠去抽查 我們的小孩在學校棠 他跟國中 國小比較沒問題 因為國中 像吃的都有問題 一禮拜就吃兩天的孫子 我剛才說我的小孩在學校 我剛才真的重大選去那邊看 在社群口就拼到孫子的味道很重 你知道嗎 因為孫子也是都有那個叫做 黃黃污桌 有放在柚子 現在我還帶你說這個所有人 小孩的豬肉像 他們也不知道說你會有參賽 因為這個東西豬肉 他像你現在說這樣會流入這個學校 你現在要他們包飯這個人 這是不是他的利益考量 他去買比較少的 是說田律元你們看的長官 會去抽查 好 還有那個 謝謝 我們謝謝宜蘭的鄭小姐 對 我們有提到就是在學生 其實像現在有問題的雞肉或是牛肉 其實很多家長都非常擔心 會流入到學校裡頭 成為我們孩子們的營養午餐 再來接聽桃園的陳小姐 陳小姐請說 是 大家好 我認為公務人員廢池植物 本來就應該要法辦 我們現在是擔心上面的老闆交代這個特徵組 你不用法辦 那我相信許天然是另外一個餘文 你想想看 他會說一個老闆就是比你高層的人 那你行政院本來就知道 因為你有提到錢的事情 本來就是行政院會撥錢 你看現在基隆也損失 人民的健康也損失 那這些誰要負責呢 如果特徵組不辦 那你怎麼給人民交代呢 還有像剛剛前一位講的也很好 你像牛的問題 豬的問題 你現在很多瘦肉精 你想想看 很多人上面說 我是澳洲牛 我什麼牛 我是台灣牛 其實它根本就是美國牛 那我們怎麼去分辨呢 那你現在瘦肉精如果沒有問題 那你何必下架 就是有問題嘛 我希望這些國會的立委 不要分藍綠 真的是為我們人民健康導向 我們會很感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桃園的陳小姐 現在講得非常好 在接聽新北市的樹林 謝生生 謝生生你好請問 你好 我告訴你 這是馬英九的三部市 第一部市就是他做總統的時段 所有的物資啊 水 大面啊 包括汽油和汽油都汽油 第二部市就是 這美國所有人 跟美國牛以前沒有 跟豬都沒有進來 因為他怎麼沒有進來 他的立卡到什麼 就是要跟他自治啊 就不能做總統 第三部市 就是他現在X法啦 還沒有跟我們八星 上去的國 還帶下去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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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第三部市 這也不用講了過 十點了過 因為我們的民進黨的立委 才四十四 加台連才四十三次 沒有客人 一半 兩三十年 要跟董事 這是... 化縱人 這是我們的不靈 好 來 謝謝我們的謝先生 在接聽高雄劉小姐 劉小姐你好請問 你好 你好 我周圍的藍色選民 還有藍道刺激的選民 都也講說 阿扁那麼可惡的人 要把他關到死 所以阿扁會有這種 什麼藥物的使用 我們也不懷疑啦 第二點就是 我覺得民進黨 你們要對抗這個國民黨 你要練到 國民動家還沒睡 你就看到他們老前了 第三點就是 關於瘦肉精的問題 就是那個TBS 現在老是 就在討論阿扁 已經簽了合約 什麼什麼什麼 之類的 所以呢 我呼籲這個 609萬的選民 你們如果覺得 要三不五指經常的 要打電話去 TVS 東升中天 要去告訴他們說 不合理的 亂白講話 亂白講話的人 很怕吐槽 蘆蘇蕾 你也做一個演講者 你就要行動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高雄劉小姐 接下來接聽的是 屏東的劉先生 劉先生請說 喂 大家好 你好 陳議員 你好 我幫你做一個解釋 我們台灣的 不管是說這個 情有感 還是說的 我們的病死主 你們 如果拔一個時間 你跟拜訪 我們前 台台修醫學 的 學主任祖精神博士 他現在是 台台農學院的院長 動物學院的院長 他八十兩年 有行我 做到台灣 抗體育 我研埋 差不多二十萬頭 經過 情流感 抗體育 也好 他的結局 跟來龍 去脈 可以說 他是台灣 最專業 就對了 今天這個情流感 對我們來說 不是說 問題 今天我靠電在這裡 還沒分力 台灣的 白死地 只要從小地 中基到大地 希望就是有百分之四 我們八十六年以前 我們一年有一千七百萬頭 抗體以後 我們現在還差不多 九百八十萬頭 所以這個 你到底在這裡 病死地 是招衛隊去 到今天沒人說就對了 到今天沒人說 尤其是在我們的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到底 那個第一排 是衛隊來 周進城 博士是一個很優秀的 他是宜蘭人 電力為你 這是我們故鄉的人 你要整個了解 整個來龍去脈 就是周進城 鄉別 加油 好 來 感謝我們屏東的劉先生 卡丁的你來 再來接聽 台中 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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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一代國主委 劉書委委員 好 你的聲音不是很好 來 我請一代國主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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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播這聲音好像不行 好 這個台中的林小姐 不好意思 你的手機 或你的電話 有什麼問題 還可以再卡電話進來 那我們剩下最後的這個接口印 多出來這個時間 我們剛剛再讓田委員解釋一下 田委員好像 還想再簡短的幫我們這個李淑慧 這個組長講一些話對不對 我們兩分鐘簡單的講一下 我最心痛的是李淑慧朋友告訴我說 李淑慧在電話裡面哭著說 請大家不要再提起他的名字 李淑慧組長完全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他在裡面非常積極非常專業 也非常肯切的肯請這個雪天來舉掌 而且他這個還講到說國家花了那麼多錢 做這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趕快發表 不要一直都密件密件密件 然後他們後來什麼事情他們都願意做 包括疫苗 包括病毒的各種研究 後來我才知道李淑慧他們跟北海道大學是合作 北海道大學的那個田宏教授呢 是OIE的委員 那這個1997年我們成立了這麼好的一個實驗室 我今天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許天來為什麼在整個會議裡面 講盡辦法要阻撓這個高病原的這個結論出來 第一病原的話是不用補償 不用撲殺 所以李慧仁導演親口告訴我說 有一些基農跟他講說 農委會的人跟他們講說不要補 如果補了他 你們不然雞都要補 而且半年以內都不能可以養雞 所以這就往旁邊一個白條的腳 你知道嗎 你如果只是我自己補 那你就不用補 但是有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雞份裡面也有很多病原 是 所以這些雞份接著都出去了 去種花 去種菜 所以這個事情事實上沒完沒了 而且因為漫報 它這裡面譬如說有一個養雞場五萬三千隻雞 他一天的飼料要五萬塊 多養了三十天 最後還是被撲殺 多養一百五十萬的治療費 然後我們人民要陪他六成 所以我們是全民受害 而且也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前機管局長蘇宇仁講過說 所有的人流感都是前流感轉過來的 所以為什麼前流感 今天我們在報上也看到了 瘦肉精美牛其實很容易就會流入校園 或平價餐廳 廣告回來 我們要大家一起來看的是 如果機管 機卡都沒有用的時候 是不是馬總統一上任 瘦肉精立刻就要來了呢